这里我对关于MAC3的回机床原点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输入口的原点开关是不是已经配置 因为我这个机床只有X轴一个原点的信号 Y轴一个原点信号 Z轴一个原点信号 同时XYZ的原点和线位用的是同一个L口 现在我这里是X轴 就是X的原点开关 我记得是2.3 所以这里填的是3 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低电屏触发的 就是常开的开关 或者说NPN型的机晶开关的话 都是打勾的 这个Active Load 好 这个配置已经完成了 再看一下 另外就是有一个控制回源点的方向的一个选项 这里我的X轴在 在X的负方向最远端 所以这里打了个钩 其他的YZ在X轴的正 Y的轴的正方向 Z轴的正方向 所以这个打的是差 像我们现在复位 有很多人啊 这对MAC3很不熟悉 连复位都不知道点 一般情况下机器一上电 它这个灯是闪动的 按Reset 复位之后它变绿 这才正常 而下面的提示的是 各种USB的控制卡 它连接正常 那我们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 现在我们点重置计划远点 它先是Z轴和远点 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这里的控制卡是 先回一次远点 再慢慢退回 退回之后 再进行第二次慢探 现在是在慢探阶段 探完之后 自己都清理 好 再看Y轴 退完了 好 再看Z轴 X轴 X轴比较清楚 好 对合完了 合完之后 这个我这个弓箭坐标 是被跟机械坐标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都是零 你一般情况下回远点之后 这个点机械坐标 它那个坐标应该都是清零的 这就已经正常了 那弓箭坐标 就是根据你移动的机床呢 你对弓箭的零点之后 对好之后 再设置它的清零 或者说你直接有夹具的话 就是设置它的偏移 G54G55G56 这偏移就是相对于 机械坐标的一个素质的偏移 你可以自己手工输入